赵云 老夫子 赵云很溜 噩梦的开始有这么夸张吗 这不是兄弟直接来偷塔了 那我选个项羽不就偷 偷塔偷起来了吗 速推 我打野咯 哎不是说来不是说来临王很猛吗 那用来临王吧 我打野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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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大丸不打了 提不起劲啊 第五关打一天没过 你怎么会跟人机叫上劲呢 你跟他较劲 两天后就应该有功率了呀 就告诉你是怎么百分百通关 就有五个小天才 他一定会疯狂研究 研究研究 然后告诉你怎么赢 闭着眼睛都能赢 好吧 肯定有一帮有几个小伙子他会告诉你该怎么打的 那人机狂魔 让我想起了我大学时候的那个同学 他是一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当时玩英雄联盟嘛 他就是可以打人机打到兔 他就觉得很爽 我说爽点在哪呢 他是人机啊 哈你不懂 他就喜欢玩个剑胜 我说你这个可以推了呀 他不行我要多杀几次 我是真的是罪了 我看他我每一次看他过去他都在打人机 我说你能不能放过人机 自己打打匹配什么的 但他觉得还是人机好玩 我女爷人机有那么快乐吗 他说真的很快乐 真是乱杀 打了二十分钟 舍不得结束 这坑子坑子刷了那么多装备 你说结束就结束呀 嗯 first black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一手小惩戒 卡住他好不好 别让他打我呀 我这高级丢歪了 没丢歪他我也不会死的 可恶 可以老父子真猛 他为什么走了呀 哦他急着拆塔 嗯 嗯 有一种成就感 你不懂 末日人机的恐怖 我知道很厉害 但是 嗯 但是就是 嗨不起来 挺灵性的嘛你 他没四级啊 贴他脸上疯狂打就完了 他为什么会来反我的蓝呢 他是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他为什么会来反蓝呢 他一个三级的三级的这个 貂蝉 这是怎么反的 这不送到脸上给我杀 他也 还行 就二技能标到所有的单位挨个杀 他 回血回的多 强行推塔 嗯 这人机都特别刚 还行嘛 嗯 把塔拆了 下路塔也拆了呀 基本上塔都拆没了 上路张飞 赵云 嗯 没有人接我 我就直接打先知主宰好了 他们都不打不打先知主宰什么的呀 哎哎哎哎 你们是人机配合好的吧你 我千算万算没算到 这波连控 我是啥技能都没叫出来啊 哪里这么丝滑 我有理由相信 这个先知主宰是觉悟那一方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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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死了呀 咋办 这个老夫子疯狂拆塔 打不动 我也没好好打钱了呀 感觉我经济太差了 嗯 嗯 这塔是拆完了 带不动线是什么意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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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还行还行 还行 这个兄弟不是那种反应呢 他要是我二技能出来 他给了个二技能直接躲了 那我就真的无语了呀 第四关的人机还没有到 就是 我觉得如果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王者 王者水平的玩家 应该都能 都能感知到就是 我在旁边丢了二技能 应该下 下一波接大的 你觉得呢 他还行 第五关才开始 我打第二关的时候 你哄我第三关才开始 我打第三关的时候 你哄我第四关才开始 我打了第四关 你告诉我 我第五关才开始 我真是一晚上 被你们忽耀的意思 在打这个人机 我真是要吐了 我喜欢 推塔 老弟 他这一波就还行了呀 还能推吗 这个老父子有点刚的 还行还行 第五关没四个王者水平的过不了 是吗 理性推塔好强 我现在打野刀都没攒起来的 他没有进化了呀 买别 转圈圈 转圈圈 他紧张了呀 我也紧张了 我居然一斤都没攒到他 我感觉我一斤都打到他 他死了呀 可以 张飞大战吕布 打不过 哇这么猛 老弟 这波打赢了就一波了呀 咒语也是选出来直接这么强拆塔的呀 但他烧塔效率好低呀 烧了一波掉了个掉了多少 可以 这两个人一起拆就有点效率了呀 啊66666 那个李元芳真的挺模拟真实玩家的呀 是不是 我二技能叼出去我没有说要叼大 然后他也会叼二技能 有的时候是反应得过来 有的时候是反应不过来 挺真实的 不禁让我有一种细思极恐 你们觉得呢 今天头发有一油 明天应该就好了吧 可以洗澡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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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千 六千 打了半天经济差不多吧 好像 领先一些 嗯 来吧 这个他应该死了 但他四格能量看着有点怕呀 有点东西的这个人 我要套路他 哎哎哎错了错了错了 别把我 好吹 啊可以啊 这个周瑜 我这么溜的吗你 哇 他这一波 灵性操作 让我感觉他有点帅呀 这个人 我惊呆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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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看打人机了 嗯 所以说我要 我要说出那一句细思极恐的话 什么呢 嗯 你怎么知道我在打人机呢 然后 平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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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嗯 嗯 嗯嗯嗯嗯 害怕 呵呵 哎他们不会打主宰的呀 那这不是包赢 这大野区资源他们不拿的呀 那你怎么打都有机会啊 你发现了没有是这个道理吧 嗯 他们打赢了也不拿的呀 那那第四关绝对也是包赢的呀 第几关才开始打野呀 嗯嗯哼哼哼 咱们少人呢 然后吼开了 咳 这不来就赢了呀 嗯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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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第五关恶恶的开始是吗 这操作有点滑 他扭的挺极限的 怎么打个团这么难的 抱团打一波不就赢了吗 真的是醉了 他们打暴君了呀 太难了 这有点管不住这个人了呀 秒了 赶紧偷塔赶别会回房的呀 装飞很大 哇还秒换佛甲这个人 早点打一波就早就一波了 他们会打主宰的呀 应该不会打吧 爆团打一波就赢了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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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机变强了 有可能吧 老父子感觉还乱锤了 哇他他辉月把别人这个赌了 6 打不动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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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班都要靠打松霸龙王才能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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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的法叔都卖鞋子了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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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哇他们都是秒换是我讲的人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太恐怖了 我要刚才风暴龙王丢了就没了呀 第四关直接偷掉了 南临王还行 拿南临王打 第四关什么的 他们也不抢暴军 也不抢主宰的 南临王还是玩得比较自由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